那那個男生 你知道是誰嗎 站在黃舊尾旁邊 是姓補 我是描述那張照片嘛 是點出的這個叫做 他的好兄弟嘛 舞臺劇 一出接一出的 早期就是小燕姐 他們那一系列綜藝節目裡面 你大概去找那幾個咖 大概就知道了啦 先猜那三個是不是 對 先猜這三個 我們一個一個來拍獎好了 好了 年姐 年姐 今天的這個 應該只有年姐 有這個份量可以講話 我們就把主持棒交給她好了 你不要扣我帽子 我跟你講這個辦案 大家也辦得從昨天辦到現在 其實昨天深夜 很多人已經辦出來你知道嗎 就有 其實不是我講的 是記者已經寫了 他們說最近很夯的 那個叫人選之人 人選之人那齣戲裡面 害很多人翻車 可是不是前兩天 才是個黃建委翻車而已嗎 怎麼會很多人 哪個人啊 他們就排出一張照片 列了一張照片 好多人合照 裡面只有兩個男生 其他都是女生 好 那個男生 你知道是誰嗎 站在黃建委旁邊 是姓補 補學亮先生 我都背後量起來了 不是 我是描述那張照片嘛 是是是 裡面只有兩個男的嘛 那不要take其他來賓 我才講啦 我跟你講我沒有講 我是說 很危險喔 某報自己登那個照片 說人選之人 讓一堆人翻車 一堆人可是上面又是兩個男生 站在一起 所以什麼意思啊 他說是他的哥兒們嘛 哥兒們 舞台劇一出皆一出 舞台劇 他多的不是我說的 應該是說他在 他在影片裡面有提到 他覺得自己心裡很不平和 為什麼只有我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這些人做了這些事情 那怎麼會沒事啊 就比如說他點出了這個叫做 他的好兄弟嘛 舞台劇 一出皆一出的 對 一出皆一出的 這個相信大家應該也在討論 到底是誰 而且跟焦焦差不多同期出道了 早期就是小燕姐 他們那一系列綜藝節目裡面 你大概去找那幾個咖 大概就知道了啦 我就不方便說誰了 不是你這樣咖欸 我投你一票 你投不給你一票 哈哈哈哈 你早說嘛 難道你要講余晨慶嗎 哈哈哈哈 以上言論說我惶恐 廣告小妹之前 余晨慶沒有天舞台劇 廣告小妹前幾天才講啊 他說這麼 他說到許捷輝為止 翻船這麼多人 他說他讀兩個人不會翻船 不會翻車 一個是余晨慶 一個是黃紫焦 結果就翻了 對對對 還有一個還沒翻啊 對對對 蠻嚇人的 總之大家都知道那個條件了啦 藝人黃紫焦今日透過直播坦承曾對少女性騷擾還拍裸照 消息震驚外界 他今日自拍影片大爆13名藝人黑料 放話我不管我就是要說 管你去死 控訴中包括大小S 阿雅及巨菌葉曾經嗑藥 吸毒 黃紫焦表示自己還被硬塞 被強迫一起嗑藥 他表示如果我逃不過 為什麼他們可以逃過一切 大小S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喝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可以去否定 否認 然後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阿雅也好 這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要頭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被范小軒周俊偉的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的夜店 裡面都在嗑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大小S對此也回應 西元與西蒂對於黃紫焦先生 在情緒不穩而選擇自殘前所做的吸毒 相關不實指控深感遺憾 尤其黃紫焦先生指控的一周刊吸毒事件 西元根本不在現場 而法院早已在2004年判一周刊敗訴 透過司法還給西蒂清白 而他們也表示 西元心臟不好 根本無法也不能接觸 使用毒品 念在過去多年 秦夷與黃紫焦先生目前人在醫院急救 本公司將對所有的不實指控保留法律追溯權 以法律捍衛自身的權益 請黃紫焦先生保重身體 孩子還小 老婆也還很年輕 人生還是很有盼望 請以家庭為重 早日康復 對此陸媒報導 大小S的經紀人表示 對所有不實言論 將採取法律途徑 至於劇俊葉被黃紫焦爆說也曾嗑藥 聲明中也表示 劇俊葉先生曾於2009年在韩國主動提告媒體 並公開於記者會上表明堅決不碰毒的立場 請大眾媒體不要因為他在夜店工作 就三番兩次指控他吸毒 而阿牙也發出聲明澄清 從未以任何形式使用違禁藥物 毒品 延守法律法規 將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而黃紫焦在直播中也對唐啟洋嗆聲 像我看到前幾天 黃老師在講 哇這一波會兩年多 我就在想 所以你都沒有秘密 我現在講的不是秘密 有沒有傷害過別人的秘密 也是 也是大家普世價值不認同的 對此唐啟洋也巴文表示 翻車不是因為不能有秘密 而是你的秘密有沒有傷到人 坦言自己的職責是講星象 但在別人眼中成了看熱鬧 三姑六婆 難道你沒有秘密嗎的人 一個人自己有秘密就看誰也有秘密 覺得自己倒霉就要別人也倒霉 連他客觀講星象都被波及 這已經是心裡出問題的病徵了 他無奈表示 講得好像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只是藏得很好 試圖在別人心裡種下引人遐想的音 真是出乎我意料的內心黑暗噴發 我真的要替他擔心了 黃紫焦也在直播中點名 吳宗憲欠债不還 吳宗憲欠债受訪也做出回應堅決會提告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老吳 他很會講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他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他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好吧 但是我 我經濟狀況相當良好 所以你怎麼會 你講別人啦 我只講我就怪怪了 我們都努力在好好做人 我沒希望他平安 好不好 但是公司裡面的一個SOP 就是有侵犯我的部分 他們都會行理如意 那公司的事跟我無關啊 我是一個商品啊 我願意接受他的品頭論足 傷害我都沒關係 但是你來傷害我 講的又不是事實 那 有罵XXX三個字 就是八十八萬五千兩百元啊 對啊 那錢我用不到 我就把他捐出來或幹嘛 但你不可以這樣亂講 還有一個 我個人的一個角度 就是說 我的感情觀 我們是家庭非常健全 也很健康的家庭 愛情是愛情 愛一個人 試過境遷 我們這一生 從來沒有回頭去講過一句 不OK的話 前女友是誰是一個什麼什麼 不要這樣 不要去講 把人家講出來 人家還要嫁人啊 對不對 這是我個人的小觀點 對啊 每次金鐘獎入圍 你就要在那裡 好像獎都給你算 獎不凡 我是懶得回嘴 但你說 我心裡在不在意 在意啊 怎麼樣 我們主持得很難嗎 我已經講了 我已經告訴電視台 每一個電視台 本人不再參加金鐘獎 但是電視台人家要參加呀 我只要拿來 我又簽了 好吧 去吧去吧 我真心真意 我會覺得就是說 要留一點嘴巴熟一點 對不對 你跟誰交往過 跟誰什麼什麼 去講這些 有必要嗎 對不對 來 這要看個人的一個角度啦 對啊 看個人角度 那這種事情有時候 該怎麼講呢 他們自己心中的一個 一把尺嘛 那你們要考慮的是 觀眾的接受度是什麼嘛 對啊對啊 觀眾的接受度比較重要 那你自己要不要繼續出來 那你自己去決定 出來以後人家不接受你 那這你也沒有辦法 甘願 做 歡喜壽 那花衣做感願受啦 你就開心的做這個事情 這個大難臨頭 你也非得要扛下來 所以加油 加油 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 藝人 都赤子之心 比較開心快樂 可能會嘴巴開玩笑或幹嘛 但是 這個台上台下分清楚 對 私底下 拳擊台上去兩個 打到打死人都OK 下了舞台 你推人家一下就犯法了 而相當敬重他的 謝和弦稍早也回應了 更秀出手上的黃紫嬌刺青 表示黃紫嬌對他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人 我要謝謝他 因為演藝圈我覺得 人讓我尊重的大哥不多 我就尊重黃紫嬌先生 你對他說一些加油打氣的話 不用加油打氣 就是已過一些都變形 就坦然面對 對 就是之前我 大麻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直訊息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 精神病院被打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 這樣一直關心我 會讓我快點走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牡羊座的 他說你絕魂被打倒 就想要記得這個人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他做的好事更多 所以請大家 將心比心一下 Y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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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